結起至5月31日農曆任4月初九 在魏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辦理Eureka 2.0 發現魏武營展覽創意實驗製造所及台教演出 為祈求活動順利及現場人員平安 特準備清香素果餅乾等 進貢福德聖神低基礎兄弟 恨請領受並求活動順利 反正都明明不來各自兵貌 其實鳳山的整個發展 經濟的發展 民生的發展 跟軍事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鳳山本身它有從清朝然後日治時期 一直到國民政府來臺 到現在它有很多的歷史不斷的堆疊然後累積 它其實是一個很混合了不同的年代 還有包括了民生跟軍事之間 在這裡的一些發展 我覺得這個是很呼應 就是這次Eureka他們在談 就是希望是可以從歷史的現場 去看到這些一些在地的生活 然後彼此之間有一些融合跟創造的這一個部分 那像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我覺得在鳳山的街道 鳳山的生活裡面 它就是一個是一個具體的呈現 那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會希望大家可以到這邊來 看到這個現場的原因 做舞台設計我需要用舞台上現有的資源 然後去讓表演更完整 但是在這次活動當中是怎麼樣去發掘 魏武營更多空間的不可能 然後讓它變成可能 比如說是利用一個大家沒有發現 觀眾不會去走到的地方做創作 或者是利用大家去熟悉的這個地方 然後讓它變得不可能變得更有可能 然後讓什麼作品在這個地方 可以讓觀眾體驗到魏武營更多的可能 所以這是我覺得在這次的體驗當中 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這個創意實驗製造所 它探索的空間不是只是我們看得到的空間 就是也包括虛擬的空間 模糊的空間 然後人跟人的距離也是一種空間 例如說像在Yoyo的工作坊裡面 或者是燕冰的工作坊裡面 其實我們都會談到蠻多 一種臨時或虛擬的社群這件事情 那我們怎麼建立共同的歷史或共同的語言 這是我個人非常感興趣的部分 以往在學習馬戲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大部分都是比較在意自己 因為這一次的主題其實跟空間很有關係 那向導演分享很多不一樣的方式 如何去理解空間 然後感受空間 其實這一次我反而去想像更多可能性 可能是感知上面的 呼吸上面或者空間帶給我的一些那種感冠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是很大的收穫的 所以大家必須要請 幫他申請一張臨時空行證 為我們現在的事件的影響 想說一句願意 讓我覺得可以的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可以 可以 看你們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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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這邊正前方集合嗎 我那時候是2018年來的 那時候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空的場館 然後我覺得所有的參與者 都有那種很爆發的想像力 對於這個空間的感受也好 或者是想法也好 都是很多很多的 然後這次我們再回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觀眾進來了 民眾進來了 然後這邊也有工作的人 那他們使用這個空間的習慣跟方式 我們去觀察他們之後 我們在這個有限制的空間裡面 我們怎麼去透過藝術家的方式 去挑起一些更有趣的對話跟刺激 當我們要把Lift Me Up帶回高雄衛舞營 做成台教版本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共創的時候 我們會再討論說 上一次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去升級怎麼優化呢 那我們在作品的調整上面就是希望 讓高雄人解決高雄人的事 我們就設計了上下兩個空間 然後把原本在布拉格很簡單的祭壇 然後放大成一個巨大的祭壇 然後有兩個空間 你是可以進去到那個空間裡面之後 插耳機然後你會聽到 欸是什麼樣的人在幫你解簽 你其實聽到的聲音是 很很多重的被處理過的聲音 那這個聲音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等你結束這個一半的體驗之後 你上到三樓 你就會看到八個亭子 你就會聽到有人在問事 然後你仔細往下看 你就會看到 啊原來那個祭壇就在下面 然後原來這上面的人 他們就像一個解簽的製造所一樣 在回答下面人的問題 這是我覺得這次的作品調整 最大以及最有趣的地方 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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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要 經過這幾天下來 認識到這麼多的藝術家 然後這麼多不一樣領域的人 我覺得我自己的作品可能性 又變得更大了 不管是去深入了解這個 高雄所謂的龐大建築 或者是跟三十幾位 來自不同領域的藝術創作者一起工作 其實我覺得說對於我來講是非常棒的 這一次我很喜歡 可能剛好回應到就是我現在在鳳山做的 公共參與或者是社區藝術這樣子的一個活動的主題 所以我覺得我得到了蠻多的收穫 Eureka 的這個閉門工作坊 我得到很不一樣的養分 不單純只是從藝術家身上而來 也包含了所有使用 或是正在營運這個場館的每一位人員 創意製造所對我來說就是每天都在一個學習的過程 吸收很多不一樣的資訊跟訊息 來這邊算 來創意製造所算是我覺得很幸運的事情啦 我們全都在營運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